关注 下面叫五合一插头电源改造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老楼 不是我们现在的新楼 它没有预留网线 预留电话线 预留很多东西 有线电视线 它把它插座上进行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施工改造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电源插座线上 什么都能跑 又能有电缆线出来 电话线出来 还没有干扰 网线出来 电源 北京的日谈宾馆 就是他们做的改造 那这样的项目有没有问题 你们会问什么东西 你们会不会投 先不提财务 不提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都满足的情况下 你们会不会考虑 为什么不会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一个 很关键的话题 你们已经说了 什么呀 因为新的楼 所有按照规划 必须有这些线槽吧 预留吧 它只能用于老楼改造 对吗 老楼改造 实际上老楼越来越少 对吗 所以这堆土豆 你买了以后 发现市场急剧萎缩 你卖不出去 对不对 电信设备节能改造 一个深圳的公司说 我可赶上这波了 中国做电信改造的都死了 现在就剩我一家了 一直熬着 终于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的基站 开始做节能了 它的设备加在这 节能啊 能结百分之二三十节能 结果说中标 今天十个标 我中九个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 中标的额度太大 这几年改造任务太重 我没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 莱老师 你帮我看看这个项目 你能不能投一些钱 入股 咱们一起做这个项目 让我有流动资金 然后把这个节能改造的项目 一起做好 这样的项目会不会考虑 有没有问题 我说中国移动 你中这个标 有多少个基站吧 它是有二十万个 我说你一年做多少 它是做九万多个 下面呢 我说第三年你干什么呀 老板自己在这三分钟没说话 别笑啊 都是通病 他自己没想过 他第三年该干什么了吧 就这么大市场 全做完了吧 做完了以后该干什么呀 不知道了 什么叫做市场 有哪些终端客户 最终构成的市场 你有什么资源能够达到市场 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这些都有了 你的故事才讲得圆 你的故事讲不圆 每一个漏洞被我问下去 都可能有问题 很多人说 说我做房地产开发企业 贾老师你给我投了钱 我这个住宅就盖好了 就差一千万 我住宅就能盖好了 住宅盖好了以后 我卖掉住宅 卖掉三分之一 我就能把本回来 这样的项目投不投 这样的项目对于我来讲 也是不考虑的 为什么 凭什么保证 他能卖掉三分之一 他说没问题 放心我关系太熟了 我说我不知道 你关系熟到什么份上 给我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能卖掉三分之一 我投不投 我说我当然不投了 我说你只有一个办法投 如果你有300套房间 你现在把其中的 100套房间的房主 给我写一个认购协议书 每个人交10万块钱 押金签上次 我相信我就投 拍胸脯我不信 我不敢相信这个胸脯 我说我做这么多年 从来不向任何人拍胸脯 不向任何人做保证 所以我不知道 我凭什么去投你的东西 所以资源 怎么匹配市场资源 很重要 三级是从一批复 很多人都找到我 三个系统 对吧 我们的怎么样 怎么样 赵老师这块有九个亿的市场 我们就是拿三分之一 至少有三个亿 来找我去谈 那这样的谈 我会跟他怎么说呢 我会告诉他 我说我不知道三级的市场 是不是对的 你告诉我的数 我告诉你 中国有900亿餐饮市场 这是正确的 已经被验证的 那么我现在问你 900亿餐饮市场 我今天下午 我要在楼下开一个餐馆 凭我资老师的面子 我相信900亿市场里 有三分之一的人来我这吃 我就有270个亿的市场 你给我投吧 你们有没有企业家给我投啊 不投吧 我胡说八道呢吧 我凭什么证明 我餐馆能挣三分之一啊 那你既然知道 我跟你胡说八道呢 那你怎么不知道 你跟我说 在我的感觉也有点像啊 凭什么证明 你有十分之一市场 或者三分之一市场啊 你没有说准确资源吧 当我告诉你 我楼下有多少颗流量 他们什么习惯 为什么不吃盒饭 要吃这个餐 为什么喜欢你这种口味 我用什么样的后厨体系 能够严格的管理我 什么打包啊 什么什么配菜啊 所有这些相关体系 怎么负责前台的 前面的管理啊 前台的这个餐饮 负责那个那个配送啊 然后我每天有多少个台 翻几次台 大概盈利能盈利几次 大概每个阶段 时间段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 这些东西是不是才叫资源啊 我有什么样的厨师 他把握了什么样的口味 如果他不行了 我有什么样的后续手段 这才叫我的资源吧 你不给我看这些资源 你告诉我 如果我占了10%会怎么样 你说我能怎么解释呢 然后有人跟我说 赵老师不对 中国企业做市场的时候 都说不清楚 懵懵懂懂就进去了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告诉你 粗放式经营的时候 我们挣钱的企业 真的是这么做的 懵懵懂懂进去 就真的挣钱了 没错 完全同意的观点 但是现在以后 不能这么干了 每一个找我的企业 当我一层一层一层 帮他分析的时候 一层一层帮他找的时候 我上述要的这些东西 全能找着 我就说 为什么你作为企业 你那么浮躁 不能塌下心来 去把这些数据找出来呢 如果你能把这些东西 找出来给我 就可以省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跟你说 当你跟一个人谈一个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 你自己都不感兴趣 很多人拿了很多专利技术 但是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真的 给他带来终端市场 能不能保证这些市场 最终端买单的客户 会集体的去给他交钱买单 如果他所有的相关证明 不能最连贯的证明 最底层 我说的钱上来 而且是规模化的钱上来 是不是不管他前端 到底有多么虚大 多么宏大的东西 没有用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最终产业链认知到很清楚 市场资源认知到很清楚的时候 故事才能讲得很好 故事讲的时候 好的时候 你这个土豆才具有了被销售出去的价值 咱们下面讲的是股份构架 股份构架是所有咱们今天讲的课程体系里 最有特点的一个 咱们说这五点里面 股份构架为什么是最有特点的一个呀 因为股份构架叫两张皮 什么叫两张皮 你们听说过一个词汇 叫股份标准的完美的股份治理结构 我听说过吗 完美的股份治理结构 为什么我要教大家建设 因为你一旦跟资本市场对接 资本市场现在的规则 是不是还绝大部分来自于西方啊 所以他一定要有你完美的股份治理结构 但是真正的中国人知道 什么叫两张皮啊 如果你真的按这个办了 你就该出大事了 我们一般知道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一定分了四层 分别叫做股东 董事 高管和公司 对吗 股东 董事 高管 公司 在西方的建设这套管理科学的时候 他们说的很清楚 公司是儿子 股东是爸爸 公司是股东创造的 对吧 爸爸创造的儿子 那儿子要发展的好了 必须送到学校去 董事是开学校的 明白了吗 董事会那帮人最厉害 全是开学校的 董事会要聘请好老师吧 高管是老师 老师教育孩子吧 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啊 爸爸 送到学校 学校聘好老师 老师教育孩子 但由于这套体系 最致命的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和缺陷 导致这套体系 本质上说是害死了无数的企业 为什么害死了无数的企业 因为在这套体系里 一个公司所有的资产是谁出现的 股东 所有的负债是谁制造的 没错 太清晰了 一个公司资产和负债相等的时候 股东还有权力吗 债主 如果资产不 资不抵债的时候 是不是债主权力最大呀 啊 但是你们公司的财务总监签了一个字 盖了个戳 担保十个亿 谁还呀 是他还是你还呀 股东还 这个事实在哪 事实就是满族人入关之前 满族人入关以后 基本上北京所有的买卖全是满族人开的 但是到清朝末年呢 清朝末年的景象就是绝大部分买卖都不是满族人开的了 为什么 满族人叫东家对吗 对吧 东家聘产柜的高管 对不对啊 好 那么坐着坐着高管就该说哎呀 东家不能老挂于柜上提钱了 咱们赔钱什么之类的 对吧 东家说没事提吧 有一天掌柜就说了 这样东家要不然给你一大笔钱 咱把店铺卖了 要不然咱资不抵债 债主就来了 一般满族人不太管 那就卖了 哪笔钱走人吧 第二天张继店铺改成李继店铺了吧 李继店铺 李继是谁啊 高管吧 是不是坐着坐着 财务总监首席运营官就变董事长了 董事长就没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这个局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所有世界上的公司资产是股东创造的 而负债是高管创造的 而第二个我们人生定论的原则是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几千年 已经有无数的办法 可以诊断出一个人的情商 智商 知识文化 但没有任何一丁点一丁点的办法 能够判断或评测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低 对吗 所以在没有办法评测道德水平高低 而一个公司负债是高管创造的时候 你想你这种构架 把我们所有的股东都放置于在什么地方 然后拼命的制造 怎么让高管跟股东的利益相沟通 记住了 只要你做高管的利益 没有做股东高 就会怎么样 但如果一个财务公司帮人理财 只能获得理财收益的3% 而如果他赔光了所有的资产 他可以获得总资产的20% 你觉得他会帮人理财 还是赔光资产 你们自己去理解吧 2000年中国有一个很大担子 一家上市公司一把赔掉了20个亿 20个亿 因为他的一个高管的一个很小的疏忽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高管理论上 他在股市上只有价值 1亿人民币的股票 而他这个疏忽 能给他带来两亿现金 你觉得他会不会这个疏忽 东南亚所有的大企业 民营的几乎全是什么企业 家族企业知道吗 家族企业什么意思 我们太相信了 我们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儿子 自己在家里开学校 自己当老师 自己教育孩子 对吗 我们的信任条件 中国人很聪明 所以我们自己开学校 自己教育孩子 也能教育的很好水平 我们不会冒风险 把孩子变成别人的 这么大的风险 去把孩子交给外人教育 对不对 有人说 说我建立的 对于那些产业量很长 管理机构很复杂的企业 其实你做的ERP CRM和请的职业经理人 大量的作用 叫螺丝钉 知道吗 他们是在你的产业链上 帮你钉死每一个环节 这些东西 不可能适用在 我这个体系条件里面 我说的是原则 所以记住了 在你们自己管理公司的时候 如果你的公司资本市场 你上市了 那么你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有多大屋子 我告诉你 这间房子十分之一 大就够了 因为你的董事长 证券事务专员和董事会秘书 可以坐在一起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真正的职务 叫公关专员 是应付政府 应付传媒 应付证监会去干的 而一个公司 真正的核心人物 叫实际控制人 他好好在背后 主管好公司 去做管理 不要任何被外界的因素打扰 知道吗 要有自己一个很好的体系 你们记住了 看历史 看事实 其实不光是中国 欧洲也是一样 罗斯查尔德爵士 大卫爵士 这次来跟我说的难题就是 表面上他说 哎呀 我有女儿喜欢 实际上他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都不喜欢干金融 他们家继承到他第六代 罗斯查尔德家族 是一个很不错的家族 现在为止还控股了 很多很著名的企业 你们听说过 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船吗 叫德比尔斯 对吧 听说过 拉费的红酒吗 听说过吗 等等 都是他们家族控股的 巴西的铁矿等等 那么他的难题就是 他的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都不喜欢玩金融 因为家里面都有钱 出来是不是 各自根据爱好去发展 所以难死了 跟我说 不知道该怎么办 欧洲的老牌企业一样 他们知道深刻的知道 只有家族企业内部利益共同体 才能发展的很好 从外界进来的东西是很难的 这些东西我们要很清晰的用眼睛能够看到 所以很多西方的理论 你们要自己去看 比如说有没有人听说过 马斯洛的五重需求 最底下满足 什么什么吃饱喝足 最后叫自我实现 记住了吗 有人听过吗 宁果 如果你在你的企业里这么管理企业 就出大事了 因为严格按照这个体系管理的企业 中国最大的民营电信企业叫华为 知道吗 很多玩笑是华为开的 因为华为人工作时间最长 最苦最累 工资待遇最低 桌子最大 因为里面有张床 干了就睡 起来接着干 在创业的时候 这么创造的今天华为帝国 老板叫任正非 叫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华为 华为的员工进华为一年 谁也不 外面的人是不许说华为不好的 你敢说敢跟你玩命 这就是怎么做起来企业 你想想这符合武从需求 只有一点做华为人光荣 一生最大的梦想 对吗 中国国内最有战斗力的企业 叫什么现在 安利知道吗 九个人挤在六平方米的屋子里 天天吃凹白菜 是不是斗志十足 他要这武从 自我实现就够了 为什么有安东尼 罗宾 罗宾 拿破仑 希尔 陈公学 陈甘之 张景贵等等 一个个跟大家轰炸 为什么老外不行啊 因为中国的种族就是只抓理想信念 就够了 一个很好的理想信念体系 一个党支部书记 或者类似于政委的角色 就可以让你公司战斗十足 活着就行 拼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 你们想一想 这些东西 还有像你们听没听过西方管理学 什么 大公司靠团队 小公司靠英雄 听过吗 听过吗 谁能给我举个正例 哪个公司是团队做起来的 我们老祖宗说一人兴邦 一人丧邦 听过吗 听过吗 国家才是 都是一个人起来 一个人落下去 国外那么多公司康培 一个CEO 公司没了 那么多企业多危险 J1 IBM 维尔奇去了 郭士纳去了 说起来起来 苹果公司创建者叫 教布斯 教布斯创建了苹果 苹果走得很好 但是教布斯被董事会 通过某种利益排抵掉 苹果马上就下来 然后呢 最后不得不把教布斯 要撤股了 把教布斯再请回来 教布斯奏着摇滚叶 生着海盗旗 马上生产卖金机 iPhone又起来了吧 哪一个历史都是人创造的 哪有团队的事 你们知道团队的存在是因为有英雄 团队是围绕英雄搭建的一种组织构架 知道吗 当英雄消失 他原有的职能就错乱了 因为所有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知道吗 他就错乱了 你们可以去想想哪一个公司是团队做起来的 英雄 天下是英雄打下来的 国家是英雄出现的 所以记住了 等等等等 很多啊 什么红海蓝海 我就不讲了 今天咱们不是讲管理课 记住我说 看历史 看事实 不要看这些 听这些烂七八糟的管理学的这些东西 很多人是有问题的 我说了我人生第二个原则叫什么 叫不破不利 听过吗 如果一个老板过来给你们讲课老骂你们 说你们全都不对 但是没有任何招数让你们怎么去办 就会达到你们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讲师啊 啊 贬低子 你我很牛 我这个也想到了 那个也想到了 然后前几年一看你的录像 全是两头堵的 我也会说这个话 我觉得经济发展可能往东 也可能往西 然后果然往东 你看我去年就预感到他要往东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人 你们要好好去想一想 要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失者 传道 授业 解惑者也 一个人讲完了课 初级不能做 不能给你感觉 不能给你印象 不能改变你的思维体系 对你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你来听他什么东西了 虚的 忽悠 用现在的营销管理体系 改变你们的价值牌位取向 大量的报纸 大量的媒体轰炸 多么有名 多么有名 然后能怎么样 能给你带来什么 你企业会因为他活着吗 你会因为他发展的好吗 在听一个人东西之前 一定要想想 我听的东西 会不会能给我带来企业发展好 来这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交朋友 因为我们人类生活的空间 你们除了自己本行业的伙伴 没有地方交朋友 你们来学校 第一个目的交朋友 第二个目的一定是学知识吧 对吧 所以如果真的在一个体系学不到知识 那你会怎么样 自己去想 好吗 那么紧接着下面说 什么问题啊 就是告诉你股份构架的重要性 我举一个例子 例子什么意思 你们每个人在问我说 翟老师我的项目怎么样 能不能做成 我一拍脑袋说行 我是骗子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呀 我告诉大家 股份构架是没有语言能够形容的 明白吗 很多人的案子给我 我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先签保密协议 然后按照我的需求做禁止调查报告 把所有的资料拿给我去分析 如果我看不明白 要找我的会计和律师去看 如果跟股市有关 我还要找证监会或者相关的人去做预沟通 看看有没有不能愉悦的硬伤 全过来了 我才能跟你说你这案子有戏没戏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光你听了点财务数据 光听了点什么东西就说有戏 我讲的这个公司就是财务数据极其漂亮 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市场很清晰 客户很好 运营模式构架很好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股份构架的问题 股份构架问题怎么了 这家公司是广东的一个公司 咱们在网上能查到名字 我在这不说了 中国第三大药店连锁企业 第一大的企业叫百姓大药房 大家知道吧 他原来的模式是自己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开药房 但是突然遇见了一个金融高手 画引号的高手告诉他 你现在要投资成了一个公司 你现在这样的企业必须接触资本市场 这个话没错吧 资本市场能让你发展的更快 也没错吧 怎么做 如果这个公司你占60%投资 把40%的股权让出去 让很多投资人进来 然后告诉你们要上市 我帮你运算一套很好的 上市以后的收益体系 这种收益体系的建设 是不是让这样的公司 每一个进来的投资商 看到了未来收益的希望 对吗 然后大家投钱进来 那么你的公司在全国各地开始 不是自己建药店 叫收购药店 我管他这个公司叫B 这公司叫C 收购的药店呢 你只要占51%的股权就够了 合并财务报表 另外49%的股权 还是原来药店这些老板的 那么原来药店老板怎么能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呢 也是告诉他们 你们的公司会上市 你们会有上市公司的股权 将来这些股权能卖很贵 这样就可以把很多人收购下来了 经过他的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么一个金融投资计划 他确实开始顺利的发展 迅速并购了大量的药店 然后开始成为了一个 在金融上 在财务报表上很漂亮的公司 而且是医药连锁型企业 但是对不起 这样的公司三年内上市是做梦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看得出来吗 拿这个案子去考你每一个遇见的 懂金融的人 你就知道他真的懂还是不懂了 为什么上不了了 首先上市主体是谁 如果上市主体是A 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一旦上了市 这家公司就会出现一些流通股股东了 但是记住了 这个公司获利的是A的股东 和流通股股东吧 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获利的 只是上市公司的爷爷和爸爸 明白了吗 上市公司的儿子孙子 不会从上市行为里 获得任何直接的利益 明白了吗 所以在这样的上市结束里面 这些股东 这些股东 是不是一点利益都没有啊 跟你拼了吧 你能这么上吗 不可能吧 那怎么办 我把上市主体改到他 当初就想让他去的 是不是合理啊 改到他的上市主体 是不是这些股东也上不去啊 啊 好 咱们不论了这些股东的问题先忽略不计 第二个收益问题也有问题吧 因为我们知道上市公司的收益是靠分红 对吗 好 一千万资金拿过来 我他上市了 上市如果增发30%新股 那么剩下的70% 这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可能占42% 对吗 我真有了一千万利润要分红 什么结局 你们知道吗 一千万乘以42% 分上来 但是对不起 要交25%的所得税吧 对吗 跑不了吧 然后他再分给你大股东 对不起 还要交25%的所得税吧 你们看看剩多少啊 这都不是大问题 这两个本身虽然很恐怖 最关键的问题涉及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 换灯上面咱们出现的词汇叫什么 叫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看见了吗 什么叫同业竞争 我们两个共同做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外面还有一个我自己单独的房地产公司 这两家房地产公司 因为业务相同就构成了同业竞争 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竞标的时候 我有没有可能故意不让我们俩的房地产公司中标 而让我一个人的房地产公司中标啊 可能吗 因为那挣的钱是我一个人的 这挣的钱是我们两个的 对吗 所以同业竞争会引导很多很多的 业务上对混合股权的这家机构 不公平的地方 对吗 好 关联交易叫什么 我们两个的房地产公司 下面我有一个单独的装修公司 这个公司就构成了关联交易 我可不可能把我们房地产公司 所有装修活 全交给这家装修公司去装修啊 可能吧 但是装修公司 有没有可能每次拿到的利润 比一般装修公司多得多呀 因为我装修公司利润 是我一个人独享 而房地产公司利润 是我们共同构成的 对吗 这叫关联交易 不仅如此 你在A公司做高管 在B公司是股东 AB公司业务相类似 他们俩构成的 是不是也会是同业竞争啊 如果他们俩是一上一下 是不是也是关联交易啊 等等类似 那么你看看 这个母公司是不是有药店啊 子公司是不是还有药店啊 这两个是不是最严重的同业竞争啊 这样同业竞争 你不可能去上市吧 你上市以后 纵标或者干业务的时候 你一定会让他中 不让他中吧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的 踏实利益是你独享的 对吗 那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把这些股东 这些股东都移上来吧 变成母公司的股东吧 通过在母公司持股 间接持有底下子公司的股权 对吗 这样母公司上市 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好好解决了 对不起 重大资产重组 36个月之内不能上市 所以你看看 这样一个企业 经过一个投资高手的指点 和一个完善的商业计划 然后发展到今天 变成了一个 没有办法去上市的企业 你觉得你们跟我用语言 去说这家公司 我能给你结论 他能上或者不能上吗 没办法去说吧 对不对啊 所以股份购架 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2007年中国IPO上市 不能上市的原因 最核心 第一个原因就是 股份购架不合理 说明年月份购架是 是真正的 急运环企业数行动购架